小的只要20人 大大又50在100之間 洪亮嗓音 打神造賣 小朋友化身 菜飯攤商 眼前所見每一件蔬菜 都是他們自己用雙手耕種 南投縣水里香 城城國小 透過食農教育 傳遞糧食 厘厘皆辛苦 藉由食農教育 學生可以學會生命關懷 自然環境的生態 保育 以及知道健康的無毒有機的農作 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台灣推廣的一個方向 藉由小朋友自己來種菜 他可以體驗從種子發芽 一直到成長茁壯 小朋友在照顧的過程中 他要付出負責任的心態 以及澆水拔草 這些勞力的付出 就是我們平常在吃菜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種那個人 種菜的人的那個辛苦 就是我們體驗看看 種菜的那個辛苦的感覺 從播種 發芽到採收 學生體驗農耕辛勞 反思糧食得來不易 透過食農教育學習農業新知 培養農村發展道路 我們目前在地的青農 回來已經陸續續回來不少人了 那未來小孩子 像我們這邊是算農村地區 他有興趣要從農 未來我們會持續輔導他們去走農業 新鮮無毒蔬菜吸引人潮選購 從種菜到賣菜 深入農業工作辛勞 養成真行不浪費 收穫難得 人生經驗 這位是台北南投 綜合報導 超級食物餅 攏迷地區 超級食物餅 差不多 感谢观看